知名度是我結婚之前 結婚之後我已經退出了 四十幾歲 生了三個 你再出來演藝那裏 你不知道受不受歡迎 這是真的 因為不是年青萬味 第二就是 觀眾會不會淡忘了我 因為十幾年沒見過我 所以在那段時間我是戰戰兢兢的 但是我覺得我一定要做到好 因為我家需要我去賺錢 去怎樣將子女養大 我曾經考慮很多次 好不怕不如辣緊腐頭 不要讓人知道我家裏發生事 或者都可以熬過的 所以我的大女兒珊珊 就經常聽到我問人 我有沒有拍呀 有什麼拍呀 因為珊珊跟我說 媽媽你拍真情 你做好姨 你不要做呀 那個是奸角來的 我們不要討厭她 但好姨都說了一整年 都說來也沒有出現過 因為她們還沒找到好姨的角色 所以說 一出來以前是青春玉女 一出來做奸角 都不知怎麼辦 就很猶豫 後來有一天 阿珊珊晚上聽我說完電話 她就進來跟我說 她說 媽媽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拍真情做好事 那我就跟她說 是呀 因為媽媽 需要賺錢 讓你們 那她就說 嗯 我說 但是呢 我有點擔心 我又不知道出來做 成功 第二就是 我去了拍戲 誰照顧你們呢 你們三個 那三三就說 媽媽呀 那你去拍吧 我會幫你照顧弟弟和妹妹 當時呢 她很小 她懂得這樣跟我說 我就是抱著她 就是哭 那我就 很乖 媽媽 就是很想聽到 有人支持我做這件事 那呢 我就去接拍 真情 那初初呢 我都不想拍自己 為什麼呢 給我的錢不是很多 那我說 啊 我沒有拍呢 那是一個機會來的 那本來我推了的了 推了就因為 不是很多錢 那天呢 推完那天呢 晚上呢 就去為天賜 跟班班的婚禮 知不知道哪個叫為天賜 對 班班的婚禮 心心班班 一遇 遇到 黎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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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什麼事 我幹什麼 你離了婚嗎 我是 她馬上回來了 不是啊 你猜她怎樣 唉 總之嫁給我啦 我呢 就在 那個婚禮裡 唉 你講這些話 我講這些話 真的很尷尬 然後就 唉 有什麼幫到你啊 你隨時發聲啊 啊 我真的會幫你的 那我說 嗯 本來呢 我想拍 真情的找我 但是真情給我的人工 不是那麼高 所以 我推了 蛤 是呀 啊 怎麼會這樣啊 你不找啊 Bang Chan 原來 Bang Chan 當時 就是藝人科的總管 阿頭 我說 我沒有找他啊 Bang Chan 以前 監獄與小田 是幫我們寫稿的 後來他升到很高職位 那一個人工 真是好 這麼對 這麼對 一轉過來就 咦 Bang Chan 走過來 他不是叫Bang Chan 他講 粗口的 扮什么 我看 是啊 是啊 她说 哇 你为什么欺负嘉燕姐 你为什么给人家这么厉害 Bench又不知道 是啊 我回去查查查 有人帮你出气了 我说 她都对我挺好的 翌日 珍姐说 我也不知道她说赢了人工 她只是说不怕 我又不好意思说 那我叫我进去吧 她给我的人工呢 其实我满意的